上去一二三 下来只要一秒钟 靠着这两句口诀 张青才轻松地驾驭着 这一部将近两公尺高的脚踏车 再看一次他的表演 收藏达人张青才 常常骑着他 在台南市兜风 吸引了许多路人的眼光 我说张青色 你的脚踏车怎么骑的呢 他说就这样骑上去 那我说你怎么爬上去的 怎么下来的 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 我第一个想法是 他怎么停红绿灯啊 我骑了这部车出去的话 很多人都会一直叫 然后说哇这么高 他们都很乐坏啦 他高兴我也是也非常高兴 除了奇特的脚踏车之外 带有浓浓古早味的人力 黄包车 也是张青才引以为傲的收藏 另外特别的还有这一部 这是全台湾唯一拥有 牌照的三轮车 张青才对这些宝贝的古董车 全都如数家珍 这部车是跨国生产的雪铁龙 然后他的年代是 1948年就发明出来 那这部车是1982年 进来台湾领牌的 张青才从小就立志 要玩遍全世界的奇特车子 到底已经拥有多少辆古董车 他自己也数不清 现在他最大的梦想 是成立一间汽车博物馆 把早期的东西留给下一代 好好欣赏